HELLO 大家好,我是明德 可能最近蠻多人期待这款游戏 已经不止一位观众在我不同影片下方各种的敲碗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敲得太大声 让厂商终于有机会来翻我的牌 给我个试玩的机会 啊对,就只是个试玩 毕竟我的频道小人又靠北 实在是不会有什么业配的机会 那就开始本次的《灵兰之剑》 游戏开发商为中国的行动网络 台湾代理商为新中立数位 他们家的游戏 像是《玩熊不高兴》 《香肠派对》 《火炬之光无限》 算算这也是第四次介绍了 还有之前在RO系列回顾中 也有介绍过他们家开发过的产品 但他们其实发现游戏也不少 本身也是持有那个游戏平台TAPTAP 但因为篇幅有限 这边就不多提了 让我们快速进入本次的重点 战棋玩法 一直都是这种很经典的游戏类型 本身策略占比高 并且可以透过各种角色职业选择 迸发出很多的玩法组合 而类型选择上也非常多元 像我之前介绍过的《钢链M》 《买骨迷星》 或者前阵子《陆服开车》的《银河境界线》 又或者主机掌机上的《皇家骑士团》 《FFTA》等 不管是IP动漫 写实 像素 二次元 极简风 从简单到硬核 总能找到一款你喜欢的 还记得小时候 我在当时那个超级老旧的PC上 也玩过一款风格类似《皇家骑士团》的游戏 它的角色大招动画也会拉近距离 很像今天介绍的《铃兰之剑》 如果我是真的想不起来那款游戏叫什么了 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这边说明一下 虽然官方是方便我做体验评测 所以在测试版本中给了不少抽卡支援 但我还是模拟一般玩家入坑的状况 以主线、首抽、活动可获取的免费角色 再搭配其他好入手的低阶角色来攻略主线的关卡 避免会产生什么人权角色强度碾压的状况 或者有什么没抽到的杀杀角色就打不过的问题 所以你在我角色悬杂中看到的角色都只是展示用 外加我之前讲过 我现在玩游戏真的不太喜欢浪费时间去刷手抽 毕竟如果你本身对剧情或者玩法不喜欢 即使刷半天抽到新衣的角色 退坑几率也是很高 那再来因为PC版跟手机版几乎是一样的 为了方便露出财 所以在体验这几天我都是以PC版为主 不过目前PC版本没有支援全萤幕模式 就必须等未来官方更新或者先用模拟器了 剧情开始于在罗迪尼亚大陆上 各国为了争夺在伊利亚地区所生产的金石资源相互竞争 在这样不断的外部竞争内部矛盾之下 最终爆发了一场内战 而在这场拍片中 玩家一脸茫然的在牢房中醒过来 正当要被灭口的时候 因为看起来就很大 我是说很能打的大姐姐 煞气登场 她是个在前几张剧情中很讨喜的重要角色 我也非常喜欢 而在拯救完我们 正当要逃离监狱的时候 几发乱剑 咻咻咻咻的射向我们的大姐姐 而大姐姐为了给我们断后 奋力的挡在敌人前面 最终我们逃出来以后 街上竟是火光士气 硝烟弥漫的场景 还有一群正在参与这场叛变的暴徒 而最后在这场战火中 玩家们的生命就被吞没了 于是全剧中 啊没有啦 我们四处飘脏的灵魂 被一只猫 从混沌之海中捞到了热土 那透过这位猫咪赏的解说 了解到我们早要抵达所谓的信标 就能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 于是在这段剧情中 我们不断向过去的时间推进 最终抵达了命运时之门 哦断台了 其实是后面我们会知道 逝去的时间已经逝去 时间其实还是无情的不断在前行 只是玩家们可以透过过去的时间点 创造出另外一条平行时间线 所以我们同时可以体验到两种剧情线 一开始的热土路线 以及有玩家存和路线命运的螺旋 这在游戏中是用另一个玩法来呈现 那我在后面会提到 而在序章也解答了所谓的灵蓝之剑 就是主角所在小队的名称 一直在成为灵蓝小镇的守护之剑 我当时还以为像是倚天突龙记这种 是以传说武器当作标题名称 然后我们要找什么神秘利器来冒险 那剧情全程都有语音跟动画 观看体验上也不会太过于枯燥 对于人物的性格刻画也非常直接了当 可以减少大量的理解成本 在一长串无意义的文本上 而且最终那个信标 会揭开什么秘密也蛮令人好奇的 那外加像素风格本身自在的美感 不少人就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美术除了在人物动作以外 周围的场景的光源变化跟风吹草动 也没有马虎带过 细节表现是拉满的 力慧美术方面 相比在像素风格刻画上的精细 这边的表现就比较中规中矩了 而且角色目前是没有Live2D 场地也没有卖额外的外观 对比现在很多都是力慧好看 而战斗多以Q版人物为主的 正好完全相反 而且也并没有注重在卖肉卖色部分 还是主要围绕到玩法跟像素小人打磨上 那这方面就看你是否能接受了 如果你是笨的想抽好看的角色跟养老婆的话 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了 角色等级分为传说、史诗、菅英普通 现阶段只有传说等级 在突满的时候会给另外一套外观 那角色之间也是存在职业克制 不过这应该非常好懂啦 经典的五行克制 在游戏的进程中也会明显的交代 那顺便这边也可以看到我养成进度 就是主打的缘分 除了前面两位主要角色以外 我并没有推荐什么必养必抽的 所以想看什么强度榜的话 就别来我这边找了 而目前我前期玩下来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 但可以稀看强度上 我普通阶级在有拉等级跟满突 对比传说只有一等 其实那个差距还是挺明显的 所以养成不用像我这么克难 可以从高阶一点来起步 避免会因为没有抽到什么产生焦虑感的 建议建议入坑的时候 一定要去看一下别人的推荐 那角色养成方面依旧是老三样 等级、突破、双倍 虽然是该死的那个碎片机制 不过突破给的提升并不高 算是勉强能接受 那会特别影响角色的就是在这个非绑定的装备上 让角色在装备的时候会有额外的技能产生 这点官方需要把控 千万不要做崩了 还有个类似个人化的天赋系统 这在之前游戏也介绍过 那比较可惜的是它没有办法重置 希望官方未来也可以考虑一下 还有一个是针对各职业大方向的天赋数 那这边也可以根据需求去调整 那简单讲像战斗玩法 经典的战棋 伤害计算会受到 职业、人物方向、高低差、环境、场景道具影响 可能性是提高了一个档次 遇到像一些可击退敌人 你还可以把他踹到场外 直接让他升天 不过同样 敌人也可以这样运用 真的是非常的公平 那战斗细节其实也做得非常的到位 除了一些招式动画以外 角色之间也会有互动的原因 因为可以适当的卡地形 所以在安排角色上阵的时候 也是需要考虑一下对策 那像有些是载地形 你就不能无脑全上近战 否则就只会移入原地待机 还有一些像自爆兵、火药桶的机关 那个触发方式对近战也非常不利 那游戏虽然有提供自重战斗 但这个AI的战斗策略 非常的单纯 而且它不会去帮你触发场地机关 或者玩家的场外技能 而且有时候是附加胜利条件的 搞得明明很简单的图 AI还可以让你灭团 所以除非你真的练度高到能力大专飞 建议前期的话还是适当的手动介入 而战斗中如果你有失误的话 有三次回溯的机会 重开成本降低不少 这点挺不错的 那其他就是像养成、爬塔等重复性玩法 包含角色突破的素材 也可以在这里慢慢的干安出来 但给的真的特别少 又是一个在跟官服比命长的 不过这些重复性的玩法 单次的时间看起来也不长 全部累积起来也挺耗时的 这样长期的玩下来 也容易把热情消磨的 这边建议官方可以再优化优化 看似要调整战斗速度 或者从扫荡方面夺手 把这种日常作业适当的减负 那最后就是一个赛机制的PVP系统 双方布置首塔的攻防战 累积奖励最高跟最低差异并不是太大 能获取多一点的金石跟装备 主要还是着重在玩家的策略应用上 只要不要出那种太逆天的角色就好 这边也建议官方再小小的改善一下 例如你已经把全部的敌人清空了 还是得去把对方的塔清掉 就真的挺让费时间的 毕竟如果对方都没有人了 还能靠剩下的那些布置机关 来灭掉你全部的话 那这个强度控制到时候要检讨检讨了 那再来主界面这边就是所谓的热土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布置 如果有个隐藏UI的按键 看上去应该会舒服不少 或者把一些重复按钮收起来或者缩小一点 我也是真的很久没有见到这种 把按钮做得这么大的游戏了 另外就是刚刚提到的另一个时间线 命运的螺旋 这也是独立于本身角色练度以外 除了新的剧情跟战斗 加入了一点金银养成元素的玩法 有自己独立的角色招募 装备锻造 任务玩法等 每次一个进度做完以后 就会推进一个周期 有点像是三国之那样子 那这边在热土线上唯一有影响 就是那个获取的道具 像是信标跟微光等 他们可以用来触发不同的支线剧情 所以整体你可以把这边看成是一个 买断置的单机内容 那课金方面 10抽约760元 新手保底20抽 UP磁大保底是200抽 没有小保底 那我刚提到了 他是采用我个人不太喜欢的碎片机制 但因为只是提升少量属性 并没有机制的拆分 然后常驻跟武器池则是完全没有保底 整体来讲这个抽卡值 对一般玩家来说成本是偏高的 那就看各位能不能接受了 假设未来福利没有到位的话 留存力方面可能会比较让人担忧 然后其他就像战令会送武器跟装备 基本的养成礼包等 没有太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整体不好也不坏 课金也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糟糕 我想如果再砍下去 大概就会跟隔壁某款塔房游戏一样 良心到看不到热度跟营收了 只要官方不在关卡下毒 对角色制约的话 可玩度其实还是挺高的 结论 临终两路分 可惜难艰行 我独选此路 禁欲乃相逸 游戏本身底子还是很不错的 看得出来下了不少苦工设计 而且选择这种一看就知道 不怎么能快速圈圈的主题 毕竟战棋相对其他玩法而言 操作步调跟爽感正回馈上 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入手门槛对比无脑堆站立的放置游戏来说 也高非常的多 然后双组线的玩法 外加现阶段是没有扫荡的 体验下来真的也颇具分量 耗时也不算少 所以入坑前可以先考虑一下自己是否能接受 如果你喜欢这种传统战棋的话 可以考虑来体验看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